龙脚 龙须 龙背 在安徽博物院有一件龙手形玉器 其造型完美 刀法简练 整个形态已具备了后世所谓龙的要素 这就是出土于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临家滩遗址 玉龙 在我国早期的玉文化里边 龙的元素也是有非常多的出现 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的 红山文化 临家滩文化 还有梁祖文化 都发现了不同造型的玉龙 那么其中我们临家滩文化的玉龙 其实从它的整体的造型来看 其实是与我们现在的后世的传统的龙的形象 是最为接近的 因为它整个一个龙是 现在是一个手尾相连的一个造型 它的龙是伸出的两只脚 它的眼睛鼻子嘴巴都雕刻的非常的精细 特别是在龙的身体的脊背的地方 因刻了17道的斜线来表示龙的灵甲 整体的造型非常的生动传神 可以说在中国龙的传统的造型的形象 在5500多年前的林家滩这里 就可以找到一个源头 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龙文化的渊源流长 林家滩遗址先后历经13次发掘 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 其中玉器约1200件 其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 当时处于中国新世纪时代领先地位 林家滩的这件玉龙是1998年 在林家滩的16号墓葬里面出土的 那么这个墓葬呢 也是属于我们林家滩墓葬里面的贵族墓葬区 那么这件玉龙是怎么使用的呢 它平时可能是用来穿绳悬挂佩戴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龙接近尾部的地方 它钻了一个小圆孔 它是可以用来穿绳子的悬挂佩戴的 当然它也体现了我们 就是我们的祖先的一个龙的图腾的崇拜的 这么一个思想 在林家滩遗址 还出土了一对龙凤玉皇 两间玉皇成队 寓意着士族联盟或联姻 这对龙凤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是我们林家滩一起出土的一套玉龙护皇 那么它的两端的一头是龙的造型 一头是缝的造型 那么它是属于一个叫藕合式的玉皇 因为它是属于可分可合的这个一个形式 在它这个两下端的两个玉皇的连接处呢 它有钻了一个凹槽 那么可以穿绳 可以给它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龙凤玉是个什么用意呢 据我们的专家推测呢 有可能它是属于士族或者是波罗之间的联盟 或者是一个联姻的一个信物 那么在订立的时候呢 一人直一半在这个旅行约定的时候呢 在双方再合在一起 是一个这样的作用 感谢观看